接下來的話,前面部分都是可以用V-R函數去做出來的 但是後面有幾題,大概前面這三題都是用V-R函數沒辦法查的 比如說我們舉個例子像325這一題 或者是像什麼,這個是同學問的問題,所屬單位查詢 這個所屬單位查詢,你會發現 它的答案這個地方可以刪掉 其實它就是讓我知道一下 它的希望的做法說,它希望如果高明明這個人 他在哪個單位把它查出來 可是查的話,以前我們的這個資料 大部分都是要查的單位一定放在第一欄 OK,然後會有固定位置 然後把它的第幾欄抓過來,可以用V-R函數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它的資料剛好就是放成這樣 什麼意思喔,它不是放在左邊 這是放在上面 但如果你放在上面的話 其實可以用另外一個函數 叫V-R函數 剛剛不是V嗎 V是Vertical,是垂直的 那你可以用H-LOOKUP 不過如果用H-LOOKUP的話 可能也要剛剛好有一個 你要查的一定是查跟這個上面一樣 可是問題喔 它要查的剛好不是 它要查的是裡面的,而不是上面的 當然如果你假設你要查的是G單位 哪一個,那可以 可是如果你是要查這裡面的哪一個的話 很抱歉 好像喔 這裡面應該在那個什麼 V-R函數一定是不行 H-LOOKUP也不行 X就可以了 那你可能要買2019嗎 OK 那當然2019有個新的功能 就是X-LOOKUP X-LOOKUP OK 可是問題你要去買新版 OK 才有這個功能 但問題如果說你不買新版的話 那你這個時候就只能寫VBA了 OK 所以以這一題來看 我跟同學講說 它這個 而且它要是希望呢 每個都查 如果它每一堆對不對 它如果以前的做法是高明明切過來 然後找到這個 把G單位複製貼過來 有沒有 然後這個陳曉明 陳曉明又要這樣 陳曉明 陳曉明在哪裡 在這裡 A單位 可是如果說今天 我假如說要寫VBA的話 要怎麼寫會比較簡單 所以有的時候啦 當然喔 一下子可能也沒辦法 馬上確定說怎麼寫 不過至少啦 我們可以有幾個方向 反正就是找一找 找完這邊的話 那如果這邊有找到 那就是A 這邊又找到是B 把這個資料給帶過來 這個大家怎麼做 各位想想看 這第一個 第二的話呢 待會兒其實找 另外一題是 325人4分欄 那這個的話呢 也是類似有剛剛 同樣差不多的問題 各位可以看到 他的這個 D1、2以下這個範圍的資料 有沒有 其實是應該清除掉的 就是這個是我們已經 示意給各位知道 就是我要做出 長得像這樣子的結果 但是呢 這個是怎麼做出來的 特別注意喔 我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資料 搬到這裡來 這個資料 搬到這裡 這個 放這裡 也就是他有個固定規則 什麼規則 就是每四個垂直的資料 放在橫向的水平 四個 再四個垂直的 放垂直 垂直四個變水平四個 而且 還要把貿號前面的東西 刪除掉 再放過來 這要怎麼做 那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可能就土法煉鋼了 像這種東西啦 我要怎麼樣可以快速的完成 OK 這想想看吧 當然喔 方法 想得出來 如果實在想不出來 最後其實乾脆用VBA來完成 其實 VBA基本上都做得出來 OK 裡面的話呢 如果你實在不想用程式來解決的話 至少啦 你可能給各位一個提示 你可以用什麼 檢視與參照裡面的叫Index 或Inderate即也可以啦 Index 按確定 它要一個範圍 範圍就是這個範圍 Ctrl-Ship向下 B2到B3的3 在哪一列呢 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 應該是第一列嘛 前面先不要刪好了 我們先抓資料過來 入職時間就是這個 的第一列 那這邊第幾欄 因為只有一欄 特別注意喔 這個哪一列哪一欄 值得是對應到它的範圍的哪一列 這個範圍 所以一定是第一列 值得是這一個 哪一欄一定只有一欄 OK 那如果按確定的話 這個不就是入職時間 剛好就抓到哪一個 抓到第一個嘛 這個抓過來 再抓下一個 下一個怎麼抓 如果你把公式複製的話貼過來 只要改一個地方就可以 改哪一個 改那個Index的哪一個地方呢 Color一定是固定1啦 這個不會動 這個也不會動 這個把它改的話 改了2不就好了 一直可以推喔 所以這個改3 改4 5 6 7 8 有沒有 所以如果1到32全部做完 那不就OK了嗎 有沒有 所以其實喔 假如說呢 你要用Index的話 那其實你只要變出什麼 變出一個表格 它這個數字呢 如果可以是1234的話 5 6 7 8 有沒有 只要一直往下 這邊到32的話 那你再把這個數字 丟到這個 參數裡面的話 那就OK了喔 所以喔 其實我們可以怎麼做 還記得Column跟Raw嗎 有沒有 你可以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Column 確定 確定 第4對不對 你可以減多少 減3嗎 減3多少 1嗎 對不對 因為Column現在在第4欄 所以你減掉3 向右拉 1234 向下拉 還是1234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 向下一列 他就幫我加4 因為剛好4欄 有沒有 1234 加4 5678 加4 9011 再加4 也就是說呢 他如果向下一列 所以後面可以加2 加用Raw 後面想到Raw 列的話 之前不是有用Raw Raw小瓜糊 Raw是指的是列 那我現在在第幾列 第二列 所以先把那個列先歸0 減掉2 為什麼減掉2 因為他現在在第二列 我就把這個2先減掉 為什麼要減掉 因為他現在先不要加 後面幾倍 4的幾倍 4的1 先低一個4的0倍 下一個就4的1倍 有沒有 再下一個4的2倍 那這樣不就剛好怎麼樣 每跑4個 他就是再加4 有沒有 所以這樣子打勾就可以 我們應該可以懂這意思吧 這個Raw 減2 指的就是說 如果你向下一個 他就是用加4的幾倍 前面的話 剛好是 他是1234 OK 打勾 向右拉 向下拉 有沒有 剛好1就到32 那我再來可以 把這個公式 放到那個 Index裡面的 Rule Number 不就OK了 應該可以懂那意思吧 請各位試試看 我剛剛講 這個開個頭 有兩個題目 給各位先想想看 所屬單位查詢 跟人事分欄 畫面還給各位 那這兩個題目 都有個共通的特點 就是沒有辦法用那個 這個 所謂的 剛剛用的V乳函數來完成 因為V乳函數 他其實有固定的用法 因為他一定是什麼 查的資料一定要在第一欄 如果不在第一欄的話 很抱歉 請你死心吧 你就不能用了 OK 那怎麼辦 你就要想別的辦法了 要不然就是用Index Index應該是 除了V乳函數以外 用的最多的啦 但是Index有時候要配合Match OK Match是找到哪一列的位置 OK 那不然的話 像另外一個所屬單位查詢 那根本連Index Index能不能用 可能要再想想看 即便可以用 可能 倒不如乾脆直接寫VBA算 那VBA我是怎麼講 我是乾脆從頭找到尾 如果找到的話 我把它對應的那個 在哪一個欄 把上面的那一個資料抓回來就好 OK 當然除了這種寫法之外 可以再想想看有沒有更簡單的 這個都可以思考看看 因為最後當然就是以解決問題 這個哪一種解答 其實可能還是要再去思索一下 因為有的時候 可能一下想到第一種方法 想到第二種方法 最後的話比較一下 發現留下可能是最簡單的 OK 試試看這個部分